今天呢 教大家做一道店里的招牌菜 砂锅滋补举山药 学会了呀 在家里也是大厨 第一步呢 准备洗干净的铁棍山药 切成五公分长 做这道菜啊 山药的皮我们是不需要爆的 接下来啊 我们准备一锅热水 给铁棍山药下进去煮 煮的过程中啊 可以放入30克的白糖 放白糖煮出来的铁棍山药啊 吃起来不仅甘甜 还不容易破皮 铁棍山药啊 一般在锅中煮至10分钟左右就熟了 煮熟的山药呢 先给它捞出来放入碗中 接下来我们给煮熟的铁棍山药改刀 一分为二 太细的就不需要改刀了 改好刀的铁棍山药呢 先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9颗大的红枣 用刀给它一分为二 切好的红枣先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啊 我们准备一个小碗开始调料 放入30克的白糖 再放入50克的生抽 再放入30克的蚝油 30克的蜂蜜 喜欢吃甜一点的朋友啊 蜂蜜也可以多放一点 蜂蜜啊 主要可以起到铁棍山药菊出来 颜色会更加的亮 接下来我们用勺子给所有的调料一起搅拌均匀 再准备一个黑色的砂锅 倒入200克的大蒜子 摆上提前切好的铁棍山药 铁棍山药在摆的过程中啊 尽量铺的平一点 再把我们提前调好的汁淋在铁棍山药上面 再放入50克的色拉油 放色拉油啊 主要可以起到在鸡的过程中 不容易糊底 再把提前切好的红枣扫在上面 接下来我们给铁棍山药放在煤气炉上面鸡 鸡的过程中啊 我们一定要盖上盖子 全程用中火啊 鸡个6分钟左右 给朋友们看一下 这是鸡了4分钟的铁棍山药 看上去啊 非常的有食欲 再用勺子啊 反复的咬砂锅里面的汁淋在铁棍山药上面 这样焗出来会更加的入味 再把砂锅的盖子盖上 再焗个2分钟 焗好的山药打开砂锅的那一刻啊 香气扑鼻而来 再撒上少许的葱花 搭配一下颜色 一道非常有特色的砂锅滋补山药 我们就做好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